来到星期五的《娱乐无控》 新片我们请来投资专栏作家唐牛和阿齐主持 唐牛你好 Stella你好 我们今天谈谈二栋股 亚洲联合基建711 近期股价走势很强 由9月24日一直飙升 到10月3日期间 已经连升7日 累计升幅差不多28% 最要留意单体 今周三和周四 就是过去两天 最大的升幅曾经达到24% 还有成交配合 成交量突然之间多了很多 昨天也有948万股 比星期一增加6倍 亦是去年一月以来新高 但你看看今天的股价 高位回吐了超过3% 成交量也明显大减 是否炒完了 现在是散水潮呢 你纯粹从技术分析去看 因为始终利息升幅都比较多了 变成看到今天就有少回吐了 最重要的是成交 因为始终看到这些通常 所谓的世界股或者当炒股 其实对股价的重要性最重要是成交 你看到今天的成交最新是200多万股 其实比昨天900多万股 都少了差不多八成左右 其实没有了成交之下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天的股价调整 我觉得是正常的 好 那我们就找一下 究竟这些牌子干什么移动 说可以急升呢 有大概我们估计两个原因 一来就是原本公司 今个星期一 向了全体员工发了内部通告 宣布因应经济衰退 以及公务工程减少等的困局 必须要精简架架去折留 维持竞争力 亦都说 精简人手主要是涉及后勤员工 部分职员获内部调职 但有些不幸 真的被炒优 一共涉及大约40日 另一个消息 就是公司由6月开始 持续做回购 一共做了35次 总股数都超过1600万股 涉资900多万 平均价大概用6毫子 你看这种很冷门的股份 突然间炒上 究竟是看第一个消息 还是第二个消息 如果单纯我们看裁员减成本 因为涉及员工的数目 占公司总数员工数目 比例很少 不够1% 所以这个影响是否真的这么大 其实你看两个因素 财源和回购 你问我就看 真的似是因为财源的原因 你说比例这么少 1%都没有 真的这么大影响吗 真的对那间公司 我想其实通常 上市公司一有财源的消息 大家都会看到 减成本 一定是对股价利好的 虽然你说实际作用未必太大 但其实心理作用其实挺大的 再加上 刚才说了 这只股票成交相对来说 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如果那些钱一涌进去 其实真的很容易就炒了上去 你说回购方面的 我自己觉得真的 那个叫做影响比较少 始终其实刚才都说了 其实由年中开始 已经做回购了 看到股价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反应 如果是真的回购的话 其实应该是今天 这些牌子已经炒上去 就不会是最近才炒上去 我们就说一下 公司要开源折楼 精简架构背后的原因 在基本因素 去年它纯利 就微跌9% 就赚1.4亿万 如果你看看它分布业绩 建筑工程 那个占比都还是最大的 那个日利方面 都升到29% 各专业服务就相对 这一份就细化很多 升到8% 但是物业发展或资产租赁 就要倒退8.8% 裁员通告就提到 就说为了回应环球本地因素 引致经济衰退的现实 和政府公务工程 是没办法取得撥款 就严重影响集团建筑分布 收入等的困局 所以就进行裁员 你看第一份那一份 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它就看前景相对 就是比较审慎一点 我们看 那似乎是否真的 它做定一个防风措施呢 如果其实排面看 真的是防风措施 你看到其实 它的建筑工程 虽然比起物业发展 资产租赁好像金额少一点 但其实你看到 它的按年的变化 其实建筑工程是升到差不多三成 你会看到可能公司都比较着净这一方面的一个收入 变成了 接下来 好像说工程是否会减少 其实通告都有提及 公司自己裁员的通告都提及到 怕香港的情况 会否令到收入减少 其实都会有影响的 还有看回公司业绩都提及到的 即未发生香港困局之前的事 其实它都提及到 港府表明增加土地和房屋 它收不到 重点也都说了大嶼山的填海项目 公司其实挺着重这两样东西的 但问题就是说 当发生了现在香港的政治运动的时候 其实变成了 你未来是否可以做到撥款 其实你说立法会准备复会 但问题就是说 我根本相信拉布的情况去继续的时候 其实你都做不到什么的撥款 就是你说明天大嶼那些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做到 其实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公司都会感受到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它就会做一个裁言的决定 公司早在7月份 都持续进行很多开源折留的动作 你看到事机方面 都有些端解在这里 我们看早在7月头的时候 它就掩置了教育方面 就说考虑提供幼稚养 至第12班的国际学校教育服务 目的就是令到业务多元化一点 去到7月中 它就出售并租回物业 那里就在长沙环道总办事处的物业 我租赚就去到5年 预计它说那个录得收益是有1.098万 套现所得会用来一般营运资金和潜在投资 在8月底的时候 也有股东去注入资产 向大股东兼主席彭先生 以总代价1亿多元 去买入了一个公司的四成股权 这间公司其实就拿着 沙田九套山地盘一成的股权 我们看到它的动作近期多很多 但是你看到在本地的物业市场方面 它总部卖完之后又拿来租回 似乎又看不到后市 但是另一边它又买一些地盘回来 而且是掩资了教育 这里你看到业务也想涉足得越来越多 是的 看到公司虽然不是太业满 但是其实近期也有很多动作 一件件看 其实你说公司卖了自己的总部 然后售后租回 其实我自己看 除了看探后市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套到够钱回来 因为其实你看到整个动作是会制造到盈利的 其实是一亿一钱的盈利 其实这个数据差不多就等于去年的盈利的八成 即是说其实变成了 可能公司是不是估计 可能今年盘数未必那么好的时候 不如做定一个盈利的数目在 起码业绩可以先托得住 即是有一次性收益在 是的 托得住 不会说可能大走样的时候 也算是有盈利的收益在 第二个就是关于注资那样东西 其实就看回地盘其实是私容害目性质 其实刚才说了公司都有几大量的业务 可能是跟政府有关的 所以变成了做一些私人的业务 都叫做抗衡香港现在的情况 那你说去到第三个 就是掩子教育 其实你说是否原本做建筑工程 怎样掩子教育呢 其实看回公司其实除了建筑工程 或者投资租资的业务之外 其实它手上有其他业务 就有个叫做专业服务的一个范畴 其实里面有物馆保安维修 其实都很多业务很多范数 所以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搞多范教育又不算太杂 反而是你想想有没有机会去搞到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好 看着了 有下公司未来怎样去应付这么多业务 而公司的业绩都提过几次 就是那个拓展大湾区 但是你看回最新它的收益分布 香港占比是最大的 高达99%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到呢 有什么优势呢 还有谈谈股价 似乎炒了的憧憬就不多 加上过去这几段的升法 其实这只是不是我们都说 旁边看看就算数呢 看回它的优势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曾经 不是说曾经 之前曾经这个广州市政府 入股座的 就是这个广州基金是一个股东 其实持有9.8% 看看这个广州基金有没有机会 帮到公司手做一些大湾区的项目 不过大家留意到 其实我们之前几集都提过这个广州基金 通常入了股香港的上市公司 动作都不是太大 可能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憧憬 你说说股价 其实看到昨天大成交之下 高位8毫7指的位 其实沽压都挺严重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炒这个股份 最重要的是刚才那件事 看回成交 如果没有成交 就暂时都玩不过了 好 暂时看 上面也叫做承接力不够 今天不介意和我们的分析 谢谢大家 就会把这个股份 收拾好 你还不得意和解放